有缘到头,我是妍妍,这叫嘎嘎,我是露露 是,今天来到了8月11号 8月11号呢,现在正值是离聚奥运会的比赛时期 他们的这个时差跟我们的时差正好相差了11个到12个小时 我们现在是早晨的这个8点多钟的时候 他们现在应该是入夜之后大约1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了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也不妨去谈谈离乐奥运的一些花边的一些小续 你包括有一个柔道的比利时的一个选手 他获得了一枚铜牌 但是呢,他在庆祝获得这枚铜牌的时候呢 却遭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其实这个选手呢 他是叫那个蒂谢尔特的 然后他是柔道选手嘛 那他是人生中呢 其实他是赢得了第一个奥运金牌 但是在这么值得纪念的一天里面呢 他竟然在医院度过了 为什么? 因为是因为呢,他竟然被打抢了 他被打抢了? 对 他被打抢 是,然后 因为其实不是他被打抢 应该是说他的那个训练员的手机就被偷了 然后呢,他就追上去,要去追那个小偷 结果他就被人打了 他的脸也肿了 是 随后呢,他去医院检查完没事的时候 他马上就到了这个奥提中心 会见记者 当时他会见记者的时候 还面笑可居的 同时另外的一个左眼睛就全圈的青了 眼睛也变小了 同时还起着他这块铜牌给大家照相 也是挺乐观的一个选手 但是这个 当时呢 有媒体也问 为什么你眼圈青了 当时这个比利时这个奥委会 奥委会组 就主办的这方面的 比利时这方面的官方就说 他是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轻的 其实不然是在巴西的时候 在消遣的时候被人打轻的 然后但有的人也在怀疑 他是不是被应招女郎给打轻的 应该是柔道的时候受伤的吧 我觉得 因为他是柔道 他们难免会有一点伤啊 所以现在我们得出的 就是真相大名了 就是这个人呢 是被抢 有小偷偷他的手机 然后他就去抢 抢 也没抢回来之后 被这个小偷挥了一圈 眼睛就受伤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巴西啊 他的这种应招女郎 还是蛮popular的 然后这个奥运选手 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巴西为了迎接这个奥运会呢 有很多的这种从事性工作者呢 他们都开始学英文 报英文班 就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 世界各地的这个民众的到来 为他们提供服务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行业啊 在巴西这方面 也是另外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但是另外的一个事情 在巴西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太有趣了 就是呃 现在呢呃 就是呃 巴西的法院裁定 呃观众呢 可在比赛场内展示政治标语 而这就会让李约奥运会的主办方 感觉到很担心了 是 所以主办方呢 就已经提出了上诉 就决就决定说呢 其实巴西政府是要啊 禁止那些观众在观看奥运比赛的场内呢 展示一些对政治就有关的标语 然后也禁止示威这一些活动 嗯哼 是的 那么呃 包括 你包括就是 我我们也看到哈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消息 你包括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不同的参议院的参议员们 呃 也表达了一些声音 呃 你包括这个呃 我们看一下这个巴西的国会的参议院呢 其实是在今年五月份 已现任的总统 呃 罗塞夫违反了政府的预算法 表决通过就成成立这个呃 弹劾案 就弹劾这个罗塞夫了 然后但是就是呃 在在在另外的一个事情上呢 就是罗塞夫呢 参议院通过弹劾呢 呃 特梅尔 就是另外的一个人将接续续任职到2018年 但特梅尔本身呢 也涉入了这个国营石油公司的一个贪腐案 所以现在那巴西本身内部的这个政治局势好 政治内部局势的动荡还是可以预见的 呃 同时现在法院要判这个呃 其他的人可以在比赛场内展示政治标语 呃 这个很很是让人感觉到有一些疑惑的本来的运运动会奥运会是展现和平的 大家拥抱在一起向着这个美好与和平啊前进的 但是如果是在场内展示一些政治标语表达个人一种不同的政治倾向的话 呃 那么这是不是有损于我们共同的内心的这种对于美好和平的一种向往呢 呃 是不是这种精神上是背道而驰的呢 呃 我们是存在有疑问的 呃 另外的我们在除了里约奥运会的一些事情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的一个欧洲国家芬兰 芬兰他呃 现在有一些数据有一个民相调查调查什么呢 就是最近呢 这个芬兰呃 包括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呢 呃 民众表达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是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提强男女平等吧 所以呢 在呃 那个欧洲国家呢 他就呃 芬兰里面呢 就有大概百分之九十的男生 他们愿意跟女生一起分担家务 更呃 而且还有一些那个调查的那个呃 人呢 他就说呢 其实他们更加愿意的扛下那些肮脏的工作 哦 男性是吗 对 是男性 因为他们觉得说其实呃 有时候就是因为当我们做家务的时候 嗯 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擦擦那个风扇是比较高的 嗯呃 那有一些其实清洁的工作也没有说一定是要女生做啊 那这样子嗯这么高而且有危险性啊 那是不是就有应该由男生来做啊 对啊 是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 就家庭当中嘛 然后呃呃呃女性和男性这个分工 你包括家当中的一些比较危险的比较高的比较重体力的这些呃 呃家务劳动需要让就是男性帮助一下或者是说能够承担这部分的一个责任 我相信这部分就是男性女性都没有什么争议的本身男性应该也没有什么争议的我相信一个丈夫不可能让自己的妻子你就看那个重的火你就去那个高高的危险的地方去装那个灯好吧 然后我我认为这我感觉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这样子的例子了 但是普遍的男性还是明白会承担这部分责任的 是因为怎么说都是家是大家的嘛 大家都有责任去照顾好啊 嗯那么这个性别平等就是说90%的这个芬兰的男性愿意分担家务 那么这个相比到我们亚洲来说 是不是也有90%的男性愿意分担家务 我们不是指那些重的活或者是高危险性的活啊 我们指的是普通的这种家务劳动 是不是有90%的我们的亚洲的男性愿意分担家务呢 我相信这个比分是没有欧洲那么高了 是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自己亚洲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说是女生应该去做家务 然后男生就是在外面打拼的 但是在他们的西洋国家里头呢 可能就是比较平等一些 就男生女生都会一起去打扫啊 做家务这样子 嗯其实我个人的观念呢 对这个性别平等不一定是说男性要干什么 女性就一定要干什么是吧 然后这个性别平等是一个人格尊严上的一个性别平等 就是男女还是有区别的 呃男人的力量比女性大 你说你要求男女平等为为什么呃男人搬重体力的活女人不跟着男人去争啊 我们性别平等你能搬重体力的活我也能干重体力的活 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呃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声音呢 呃其实其实我们呃感觉就是女性还是就是比较呃能在这个力量上要比男性要弱的 呃那么他这个生理结构上也不同于男性 所以女性有适合女性应该去就可以去做或者是能够做好的那些事情 那么男性也有适合男性能够去做好的那些事情 呃只不过这就相当于每一个人一样 我相信每个人的性格上的优缺点都适合做不同的职业 或适合从事不同的这些专业和学术方面的研究 那么男性和女性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男性有适合男性做的一些事情 女性也有适合女性这个性格和人格所做的一些事情 呃呃所以在这个程度上 有一些朋友还劝我哈 就是因为我们先不谈论男性和女性的问题 我们先谈论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的问题 就是说呃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你选择在职业的时候 你是选择适合你的性格的 你的优点发挥你的特长的那部分的呃 那部分的性格去发挥呢 还是选择不太适合的那部分呃的性格 或者是我的性格当中的缺点去去做一些工作呢 呃如果是聪明的人肯定会选择呃 应该发扬自己的优点然后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嗯那那么如果是特别宁的人呢 我就不信我这个缺点能够改改正不过来 我相信我的优点和缺点一样都是缺优点 所以说他就他就突破想突破他这个缺点来来从事一些 呃他不太那么擅长的一些事情 但是有的人确实成功了能够突破成功 这也是他性格决定的 但是更多的这些部分的人他的缺点是有些我们基因决定的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这个缺点如果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果人就是在是在在世界上生活也就短短的五六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 你用那么多的时间做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事 那那何苦呢对吗 所以说所以说聪明的人应该适合做聪明就是自己适合自己的事 我相信这个事情对于男性和女性也一样重要 就是呃聪明的女人聪明的男人都会找到适合应该自己去做的那份上 是总之就是要量力而为而不要勉强自己 因为勉强都是没有幸福的嘛 何必苦了自己呢 是啊是 呃呃呃就是也许最近就是一个游戏呃娱乐了很多人 但同时也苦了一些人 是这巴西警方呢 其实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就调查一名自逆壁在河中的一个男孩呢 他是不是在呃他会出事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在玩那个手机游戏Pokemon GO 呃所以呢 如果这一件事情是真的话 那么巴西的警方呢将会起诉游戏的开发商 我觉得其实那个Pokemon GO其实还蛮可怜的 是为什么 因为他他把一个游戏就研发出来了 但是其他人是是我们人民 没有再好好的去玩这个游戏 反而导致到了很多意外的发生 结果遭殃的却是那个开发商 嗯这个这个道理也挺 就是这个逻辑性也挺说得通的 呃是但是呃或许含有另外的一种逻辑性啊 这种逻辑性就是呃呃人 首先是要被规范的就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呃人的这种呃优点和弱点 他有时候人是脆弱的很难控制到自己性情当中某些成分上的或隐藏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社会给我们的规范 给我们一个法律的规范 给我们社会道德的规范 我们才跟着这个规范去做一些适合人类 适合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呃就像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像是新加坡一样哈 新加坡你看呃呃要求民众不能这个样子不能那个样子不能随地吐这个呃泡泡糖是吗 就是这个口香糖 然后同时呢也不能乱扔垃圾要乱扔垃圾要罚多少钱 其实这都是一种个人的呃社会对于个人的一个行为的规范 假如说新加坡没有这些法律法规来限制民众的这种呃乱扔垃圾的这种行为 我相信新加坡不一定是现在的新加坡呃是吧 我们呃我们是不是会看到道路上全都是垃圾呢 呃所以在这个方面人性上人性是不可靠的 但只有制度和法律才能约束人性 这才是可靠的 我们就看这个这个游戏吧 这个游戏你如果是真的想让人类掌握自己的情感的这种趋向的话 那是很难的 你需要通过上层建筑来规范人的行为 这个游戏的上层建筑就是那些开发商们 他们开发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首先是他们定的 所以说呢这个游戏呃这个呃这个精灵可以到处游走呃就是各个场所都可以存 他们都可以存在着 所以呢就这两个孩子呢为了捉 也许是为了捉这些精灵就跑到船上去了 跑到船上没看没想到精灵在在水里面呢 他们就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水里是危险的 所以他们就跳到水里去捉这个精灵了 所以不幸就拟毙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开发商应该是夫妻他们应该去的责任 他们应该想到如果孩子他们不会游泳的话 他们你把精灵放在水里的话 他们要去抓这个精灵的话 那么他们怎怎样才能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玩这个游戏呢 啊这是一个让人令人很担忧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可以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可以玩啦 是吧 对啊 已经可以玩了 现在你到处已经可以看到人玩了 对对对 我在想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上班来是吗 上班来我看到地铁站有一个人 哎突然站到站口不动了 就拿手机来回照 然后我看他照什么 我就想原来他应该是在玩这个这个精灵捉精灵的游戏吧 他正在玩捉那个精灵 他就站着不动了站了五分钟 然后慢慢就找找找找完之后 我看他随后就跟着我过来了 现在真的是这样 因为昨天我们就去吃午餐 我们吃午餐的时候 在我们是开车出去 然后就在路上也看到有人就真的是一群人停住在那里抓 就是在在看着电话 然后我们在餐厅的时候呢 全部人也是在玩着这个Pokemon GO 你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在拿着那个手机 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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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是真是火爆的一个场面 然后不仅仅是这个马来西亚 我们我们还没有听见什么就是不好的消息 但是现在在等会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这方面 他们也陷入了一些玩游戏的困扰或者是混合之中 我们再另外看一下这个美国这方面的 美国这方面的这个总统大选美国的媒体说呢 川普现在怂恿一些行刺的人来行刺希拉底 难道这是真的吗 这个我觉得他超夸张 他平时说话已经是惊人了 然后他现在既然就说呢 他说如果你们就是真的选他为 真选希拉底为总统的话 那么他是一个反对那个枪械的大官 所以呢如果他真的担任了这个美国新任的总统 可能会比奥巴马来的差 所以现在你说川普他说的这句话 他原本的这句话他是怎样说的呢 他是说他是说这么 他说希拉底呢必会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有枪械条款 如果他当选后委任了最高法院的法官 那么你们将无计可施 然而我相信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条款的人士会有办法吧 这一点我也说不准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就是他也说 他说在周二的时候他又表示另外的一个声音说 如果民主党的总统选人希拉底在11月的时候大选击败了他 可能会委任一个反对枪械的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到时只有枪主才有办法制止他这个意图 这个意思其实如果是翻译过来 他有不同的解释 这个枪主不一定是说川普要怂恿一些人来刺杀希拉底 对吧 然后他也可以理解为就是 真的如果希拉底如果是说 就否定这个拥有枪械的这个自由权的话 那么枪主就持枪的人有办法制止他这个意图 也许持枪的人他们会站出来一起示威啊 游行啊 极止希拉底这么一个裁决 这也是一种制止他的一个意图和方法 对吗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反正是现在川普呢 我们如果是按公平的道理来看 他是有多个层意可以理解他这句话的 不一定说是形似希拉底 但是现在美国媒体呢 一致的枪口对准了川普 其实现在感觉是川普没有让那些枪主来对准希拉底 反而是美国媒体用枪口对准了川普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怪异的现象 这枪口对准了川普 就是他的头型又搞怪啊 他的麦浪金发啊 然后他的言论又出格啊 本来是其实感觉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句话 也让美国媒体发现成他是要习次希拉底啦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选的一个操作 就是媒体背后是有金主的 这些金主呢 有的意向是支持民主党 有的意向是支持共和党 看来这些背后媒体的大佬们 普遍的意向还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希拉底 要就是支持共和党 除了川普以外的其他人 所以呢这些背后的媒体这些金主 他们主要这个媒体的意向呢 是不太喜欢这个川普当任下一任 就美国总统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媒体的这个渠道 用各种方式图片啊 大标题啊 言语了来侧面的 或者是说隐晦的词语 来降低或者是拉毁川普的这个个人形象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 这样这也是权力动争的一个结果吧 这也是权力动争的一个人形象 这也是权力动争的一个人形象